F18 如果要跟他超音速信航 F18或F16 他軍用的時候 超音速信航的時候 最多不能超過10分鐘 他是可以從頭到尾幾個小時都可以超音速信航 所以速度非常快 你聽到他的聲音 他已經不見了 這個在花蓮有加山過 可是花蓮的人 以為那是大部名飛行物 還有那個剛剛那個X-17B 也在花蓮加山基地降落過 結果花蓮的人說 這是什麼飛行器 我後來有同性賣給我這個飛行車 我一看就是X-17B 一些軍事專家一看就知道那個是怎麼樣的飛機 F22真的是一個飛 那是逆中 他的逆中效果是目前戰鬥決定最好的 F22碰到中國的蘇凱35 或者是T50 蘇凱35看到要到30公里以內 他才看得到他 可是他在100公里就看到看到那個蘇凱35 所以怎麼對戰 就是那個F22的對戰比 對F35的對戰比是 0比114 也就是說你 他只要一出動 他打完飛彈打完就回去了 就另外一波 比如說你出來幾百架 你就 你打不到我 但是你已經 你中管了 你說你有 你有可用的飛機 你有1000架來展的話 他有幾個波段 第一波段他F22一個中隊 12架出來 對付他們的100多架 第一波戰鬥 每個人如果都帶 每架 那個F22可能會攜帶 12枚 這個AIM120這個空空導彈 打出去回去 第二波段 他們又第二段 又一百架 又被殲滅 第三波段 看他有多少飛機 可以讓他這樣子 那個 但是當然這個 戰爭不會那麼單純 戰爭絕對不會那麼單純 空戰一出來的時候 他會 會 在雷達裡面做一些 挫折的那種訊號出來 那 美國也沒那麼笨 他第一波 F22出動 他一定會搭配一些 那個 無人飛機 那現在F18 他現在有一種 有一款 他們美國的技術 就是 F18他會帶 他一架飛機 會伸出100多架 F18出來 這什麼意思呢 不是說 F18他去 空中製造 不是 而說他飛機 他會放一些 大概 像這個國旗 這麼大的那個小飛機 可是在雷達螢幕裡面 他的飛機的大小 是跟F18一樣大 突然間 比你只有四架 突然間變成四百架 所以在 這個四百架就是要欺騙這個 七敵作用 就是說 讓這些敵國看到說 哇 怎麼那麼多飛機 因為中國導彈很多 他就開始丟導彈 導彈很貴 像熊山一枚就一一枚 一一台幣 好 你看你有幾枚導彈可以上 他說 東部 不是有一千個的那個 中國的 東邊的那些 沿岸的那個區域不是擺了一千五百枚嗎 用這個小飛機去漆 去漆底 一次四百架八百架 他是不是要丟八百顆導彈出去 第一波就 他即便打掉了那個小飛機 哇 打到打下來 事實上他是這麼小的飛機 他那些導彈就 包廢掉了 所以戰爭沒有那麼大力 可是未來的戰爭 其實時間會很短 因為他 不是那種領土 領土的那種 那個 攻略 他只要把你的整個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政權的那些 中速把你打掉就好 來來來 你們來搞民主 我打贏你 你們來來搞民主 用我們美國的方式 我來佔 我來佔領你 然後之後 你們要行政、立法、司法、獨立 這樣子起民主 民主體制起民主 就符合 就可以符合美國的整個作戰的方法 所以現在美國 不太可能再走了 中東的那個老路 中東那個真的是 讓美國損失太多的錢 美國的 有人說 美國為了那邊的石油 去打這場戰 後來美國 驗證這件事情 美國也承認 這個 這樣的做法是錯誤的 為什麼 美國在中東 已經損失了15兆 將近15兆的美金 你們來換算台幣是多少 15兆 10兆就是 300多兆的台幣 500兆的台幣 那是台灣一年 要幾年的整個預算 一年給他2兆好不好 250億 就這麼多錢 這麼多錢 這麼多錢 他們去中東 人家是為了石油 石油的利益 都沒有這些錢多 所以基本上 美國會改變他的整個作戰的思維 他如果今天假設他對付了中國 對付了中國 他一定是用 最省錢的 又可以 最順 最速度最快的 結束戰爭的方法 因為他知道 只要解決了這個領導中暑 把他打掉了 重新來 我們來跟理論 大概就結束的戰爭 或者是 裂結 就把一些 滿中國 中華民國 或者是 西藏 都給他獨立了 新疆 整個裂結 就像蘇聯一樣 哈薩克 克里米亞 那個烏克蘭 那些都是從 蘇聯體制裂結出來的 這個就要看中國的 領導人的智慧 如果他們不想打這場戰的話 應該他的老百姓 會給他壓力 我們為什麼一定要打這個戰 沒必要 結果乾脆就 尋那個 俄羅 蘇聯的體制就 給他結束掉了 結果講 不用摧毀一兵 一兵 就可以解決 我想這也是我們 最大的目標 不要發生戰爭 雖然說中國的人口 太多了 過多了 但是也沒必要用這個 來去殲滅他們 他們還是愛好和平 對不對 那 跟台灣民政府 接掌這個 台灣的整個治理 跟他們的戰爭 我們是沒什麼關係 主要我們今天是宣揚的事 所以我們要在走這條路的時候 他們常常拿 武力來威脅台灣的人說 你們不要玩家 不然中國會打台灣 這一計畫越來越少 美金的介入越來越多的時候 講這些 這種發展就越來越少 之前我們講這個的時候 他說 中國會打台灣 打台灣 大部分的台灣民的觀念說 中國會打台灣 可是盧當元一天 不是 他們的那個 那個什麼 前提是說 是台灣自己的武力 去跟中國對決 可是從來就不是台灣 可以獨立自己 對跟任何國家做對決 即便到了 最脆弱的菲律賓 台灣也沒辦法說 我要去打就打 不可能 一定美國就說 欸不行喔 他們想要那個 違規了 F16先飛過去 就打 超過了空 就掉下來了 怎麼可能 兩天之內 摔兩架飛機 那個不單純 不可能 也對不可能 我們 我是做過這個 戰鬥機維修的 的那個 工作得很清楚 飛機 沒有那麼容易就掉下來 更何況是那個 一定是準備好的 好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 就到一個段落 希望大家能夠 繼續保持我們這個 為台灣未來 努力的這個熱情 謝謝各位